感谢天恩师德 我们前人大德慈悲 我们诸位景传师的大德慈悲 后学很荣幸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一年一度的来到我们天会堂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学 那么江景然师呢 这次给后学的这个课题 是要探讨这个为士学 那因为这个为士 它是可以说是我们迷勒祖师 他修持的一个 开悟的一个入门的 就是他误入这个 真如本性的一个法门 他是修这个为心事观 所以在这个弥勒上圣经里面有讲到 当我们回到弥勒净土的时候 这个弥勒祖师呢 他是每一间放白豪大人相光 为大众呢解说为心事观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 为士学和弥勒祖师呢 是可以相应的 因为为士学在佛教有蛮多流派的 巴士规矩宗是玄庄大师所做的 玄庄大师呢 他就是创立的慈恩宗 这慈恩宗可以说就是为士宗 但是为士学因为他名相很多 所以我们可能光去了解这些名相 比方说巴士规矩宗虽然短短的一篇 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名相 我们光去了解每个名相 什么三姓三静九地 这个五十一种新所等等的 这些名相光这些名词就很伤脑筋了 可是为士学最重要的是在哪四个字呢 就是转世成字 也就是江九亚师希望后学跟大家谈一谈的 就是怎么样转世成字 不是光去研究这个巴士 怎么样把巴士变成士字 变成四种智慧 那么在这个巴士规矩宗里面 他有讲到转世成字的部分 可是并没有讲怎么转世成字 他这个前五诗有三首记 第三首才是转世成字 前两首是介绍这个 前两首是介绍前五诗的 然后第三首记呢 就是转世成字 怎么样子转五诗成为成所作字 就是前五诗 转世成字就是要把我们的前五诗 眼耳鼻舌身 这五诗转变成为成所作字 成所作字就是能够承办 所作一切佛事的智慧 我们都在办到啊 但是成不了成不了 要转世成字 所以今天我们要道传万国九州 要化梭婆土为莲花邦 要把人间变成净土 这就是所谓的承办所作之佛事 要成功啊 要成功的话要有成所作字 就是说你的五诗要转 转成成所作字才可以成功 那他这个巴士规矩宗里面 有讲到转世成字 就是前五诗怎么转世成字 他讲这个变相 第一句大概是变相观空为后德 前五诗开始转呢 必须要能够变相观空 因为我们今天啊 前五诗就是我们眼睛会看色 耳朵会听声音 鼻子会闻气味 嘴巴会长酸甜苦辣 身体有触觉 这都有对象的 就是有对象 有对象可以攀圆的 着相都是着在这里 那我们一般讲的执着 就是前五诗的执着 最强烈 那而且前五诗都有种种的欲望 眼睛有眼睛的欲望 耳朵又耳朵的欲望 鼻子有鼻子的欲望 所以贪值呢主要都是讲 贪心执着都是讲这个前五诗 那前五诗呢 要转的话 首先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贪值给化掉 而贪值化掉的话 就必须变相观空 就知道这一切项啊 我们所贪心执着的这一切项 我们所爱看的爱听的 这很实际的功夫 修词不是你读很多的经典 都很多的道理 然后你的贪心执着都没有放下 就是我还是贪财啦 好色啦 贪吃啦 简单的说财色名词穗 一样都放不下 虽然经典读很多 这就表示你前五诗没有转 没有转诗成字 所以要变相 这一切项我们都知道都是什么 唯心所变化出来的 所以变相 变出来这些项 知道这是变化而生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如梦幻泡影 做梦啊 变化出来的 但是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虚幻 我还是会执着啊 因为你没有观空 你没有照见五蕴皆空 没有没有观空的智慧 没有真的观空 不是思想上说这是空的 但是心里还是很执着 欲望还是很强烈 变相观空啊 不是用我们的分别式去观空 不是我们在口中讨论 唯有后德制 唯有后德制 当你的后德制发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才可以真正的观空 不是用你的意识去观空啊 像我们现在在讨论 在研究 在思考 这都是意识啊 这不是智慧啊 这是分别式 这分别式是没办法 照见五蕴皆空的 照见五蕴皆空要用后德制 那这个后德制呢 讲的是什么 后德制就是无分别制 无分别制有分体和用 其实简单的说啊 转式成制啊 简单的说 是就是有分别的 有分别取舍的 而智是无分别的 就这就转式成智了 一言以弊智就是这样 没有分别 就转式成智了 所以你要抓到 转式成智的精髓在这里 但是这个理论很容易懂啦 真实做到无分别 那里面有很多美美嘎嘎 所以以前归阳中的祖师 阳三禅师 阳三禅师呢 他有一次啊 他是梦见自己啊 回到了兜率内院 然后弥勒祖师啊 正在说唯心事官 法会 正在开这个唯事法会 就像我们这个唯事法会 然后养三禅师啊 发现自己也在 在这个 在这个法会的这个 这种 这个法师的座位之中啊 然后这时候 维纳师就是 师语啊 主持啊 就宣布说 今天第三座说法 第三座 他就看就是我 他就起来了 起来说法 也说唯心事官 他讲的就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他说摩科研法 地听地听啊 摩科研法 摩科研法 就是大圣法 摩科研法 离四句 绝百飞 离开四句 就绝百飞 所有一切的错误 全都可以断绝 这就是大圣法 离四句 绝百飞 六个字就讲完了 六个字就讲完 就仔细听啊 后来醒过来以后 他问他的老师 归三禅师 说这个梦的意思呢 是什么 他的老师跟他说 你已入圣位 已经进入圣人的位置 圣贤的位置 一入圣位 所以离四句绝百飞 因为我们讲无分别嘛 我们分别心 大概都离不开这个四句 其心动念离不开这个四句 这个四句是什么呢 一个公式 由 无 大概我们几心动念 都落在这个四句里面 思维的方式 跳不开这四句 我们随便套一个 比方说有鬼没有鬼 有鬼没有鬼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不能说他没有 也不能说他有 跳不出这四句 就善恶来讲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有人说他是好人 有人说他是坏人 有人说他有好有坏 有人说我搞不清楚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能说他是好人 也不能说他是坏人 说这个茶好喝不好喝 好喝是一个 不好喝是一个 有好喝的那一面 有不好喝的那一面 也不是不好喝 也不是好喝 什么东西我们的思考 就跳不出这四句 这要离四句 就是你的心意识分别 就在这四句里面转 所以离四句绝百飞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想 这是像夫妻吵架 就很容易掉到这四句里面去 对不对 到底谁对谁错 你对还是我对 你有对的一面 你也有错的一面 最后何事老出来了 没有谁对谁错 只好跳不出这个范围 所以人的思考言语的都在这四句里面 这四句光吵架就吵不完 我们只要注意离开这四句 离开这四句就没什么好吵的 因为吵架范围就在这四句里面 所以起心动力都在这四句 这四句一转 哇 你的头就晕了 再怎么想 吃东西也是啊 现在讲健康养生食物 那要怎么吃 这里面都是四句 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是四句 离不开这四句 但是离四句就绝百飞 但是离四句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心啊 离开这四句没有用心处啦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有后德字 这后德字呢 就是无分别字 而无分别字呢 有两种 就体来讲要根本字 有体用啊 就本体来讲根本字 你要先得到这个根本字 根本字就好像你得到眼睛了 我据批语来说 不要你得到眼睛了 这是根本字 用批语来说 然后眼睛能看 这眼睛能看呢 就是后德字 所以这个后德字讲的就是 无分别字的发动 虽然无分别 我们一想说 无分别要怎么样去辨识呢 不是 无分别反而寥寥分明 就是你要得到这个根本字 然后以这个根本字来观空 来观一切皆空 这个叫变相观空为后德 这个时候呢 才可以什么 才可以开始转 无视开始转 而这个根本字是什么呢 我们传道传的就是这个东西 名词指点就是让你回到这个根本字 你回到玄关窍 因为玄关窍是没有分别心的 眼睛有没有分别心 有嘛 分辨眉丑 耳朵有没有分别心 有 所以说 五视要反原 眼视 耳视 鼻视 都要反原 反本还原 都要反本还原 再回来 这就是我们迷的旧古经里面讲的 大政四川 黄桃兴 四川我们头上 脸上有四条河 眼睛是一条河 耳朵是一条河 鼻子一条河 舌头是一条河 都是有水 都是出水 都向外流 充满欲望 对吧 那四川不要向外流 要流回来 四条河流回来 四川交流嘛 流回来 他都是用地名来辟语的 然后回到这个黄桃兮 汇居于中央 物极中央土 就回来 所以这个后德制呢 就是你从回到玄关 从玄关照出去 回光反照 把心收回来以后 心定下以后 然后再去看这个人间事 就不同了 常常收心 再出去 心收回来又再放出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属于根本制 然后发出什么后德制 这时候才会产生 变相关空的 这样子一个效果 那这种情形 我们道心常常会怎么样 百姓日用而不知 这种情形 在道心身上 是时常在发生的 因为我们整个道场的运作 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 常常回到道场 他就开始进入这个后德制 自己在用后德制 变相关空 自己没有察觉而已 所以这个变相关空 就会产生你的那种 贪心欲望越来越淡掉 而不是说你读很多的书 但是贪心欲望 没办法化掉 所以道心 后学办到这几十年 就发现 道心只要常常回到佛堂 他虽然没有用他的分别的事 去听很多的道理 他只要说 对佛堂有那个向心力 时常回来 他就开始转变 最大的贪质 就是什么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像我们吃 吃是人最大的欲望 还有更大的欲望 就是男女之欲 为什么吃的欲望那么大呢 因为五欲里面 这个吃 他兼了什么 三种欲望 眼睛 这叫色香味 色香味三种欲望 但是性欲的话就更厉害了 色香味醋 通通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色生香味醋 情欲就更多 色生香味醋都有 五欲俱足 我们道清可以求道以后 莫名其妙的就吃素了 糊里糊涂就吃素了 你们没有经过 像后学以前是佛教徒 就知道 吃素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一个转世成字 转前五世 前五世先要转 要转什么 要离欲 要离欲 要离开欲望 前五世充满着欲望 先离欲 要离欲的话 一定要后德志发动 才可以真正离欲 不然只是观念上 认为那个不好 我们不该吃肉 但是你就是会想吃 从吃到不吃 如果中间有压抑的话 就表示说 还没有转世成字 如果是你根本不想吃 在座很多道清 可能根本就 闻到就怕了 对不对 闻到味道就很恶心了 这就表示已经转了 你前五世已经转了 所以这个是转世成 只是转得不够完整而已 不够完整 但是已经在转 所以我们要加强 就是常常在这个后德志 常常要回光返照 我们道场中就是 你只要进入道场 它整个的力量 都是让你回光返照 唯心事关 弥勒祖师 白豪 大人向光 不断地在让我们的心收回来收回来 回光返照 所以后觉道场也有些道清都专门回到佛堂来打瞌睡的 他说回来充电 回来充电 回来休门 但是久了他还是转变 还是转变 因为他就进入这个转世成子 前五世的转世成子 初阶的转世成子 阿罗汉他们修持也是一样 阿罗汉的修持事实上他跟 释迦牟尼佛传法是唯传一佛圣的 他传给阿罗汉的法跟传给大菩萨的法是一样 只是阿罗汉心量小 他不想普渡众生 但是入手处是一样的 入手处都是一样的 所以阿罗汉他也很容易离遇了 离遇之后呢 变相观空为后德 果中由至不全真 你前五世转 阿罗汉很容易前五世就转 他眼耳鼻舌身的欲望都没有 但是还没有得到成所作之 他转世为成志 注意啊 转世上为成志 那我们也是啊 我们这个成所作之 承办佛事的智慧还没出来 但是已经转世 世已经开始转 因为你原本喜欢的东西 你开始不喜欢 贪财啦 好色啦 贪吃啊这些东西慢慢淡掉 所以开始转世 但是智慧还没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 果中由至不全真啊 阿罗汉就算正得是果了 正得罗汉果了 但是还没办法诠释真儒 他没办法证悟这个真儒 他就是落在天空啊 偏于空的这边 我没有欲望 阿罗汉以这个不取当作他的修行 所以十二运元法讲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病死 忧悲苦恼 有取就会有有 有就有生老病死 所以我不取就没有了 不取则无有 所以他不取 我眼睛也不取 耳朵也不取 什么我都不要 不取 我们道心也会啊 我问那种企图心越来越淡 不取 但是不取呢 虽然正果还是没办法诠释真 果中由至不全真啊 必须要怎么样呢 元明出发成无肉 对不对 元明出发成无肉啊 三类分身喜苦伦啊 元明出发对元明讲究大元净之 最后的大元净之 大元净之 发动出来 所以大元净之 今天我们回光返照的功夫就在这里 大元净之 你回过中至练神光 你练到一个程度以后 大元净之出来了 练出来 练神光练出来 要元明出发 最元满的光明啊 一点真太阳放出光明出来 这时候才可以成就无肉 成就无肉 这个成就无肉呢 这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三类分身 注意这点啊 我们这个肉身啊 本来是充满欲望的 现在变成三类分身 然后去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所以真正转世成智啊 前五世不要看他 前五世真正转成功了 成为成所作智的话 那必须到什么 大元净之 转世成智 阿赖耶士转了 转成大元净之了 前五世才会整个转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六祖会能讲的 成所作智同元净啊 你们读过六祖谈经 成所作智同元净啊 所以成所作智呢 要跟同这个大元净之一起转 到最后大元净之 你的阿赖耶士转成大元净之的时候 成所作智才出现 这时候你的这个有肉的 有肉的夜暴之身啊 就转成三类分身 所以三类分身是什么呢 就是化身 要硬身 硬化之身 暴身 圆满暴身 还有法身 硬身暴身和法身 然后三类分身 第一个要硬身 就是硬化众身 就像浦门评里面讲的 浦门是现 或现窄官身 或现男人身 或现女人身 现种种的身 不是说你真的会变化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用中国人一句俗话讲的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 就是你接引不同的众身的时候 不同的众身看到着你 就会有一种 视为同类 这个样 这叫硬身 就是真正他已经修到 他可以 可以应激接引众身了 所以这样子才可以 度化众身啊 度化众身 众身觉得你跟我是同类的 甚至呢 度化这些 四生六道 比方说你 你去跟鸟讲话 跟鸟都可以沟通 像厚学上个月带厚学这边道青去 宝光剑德的神威道场去观摩 他们那个大殿上方 大门正门上方 弥勒祖师殿正门上方 就有那个燕子在竹巢 他们前人就跟他沟通 你这个竹巢不是燕子大便都会掉在这个正门 他说你们是不是让一下 结果燕子就马上搬家 搬到两边去了 所以说前人那边讲话说燕子看到的不是前人 他看到的是燕子王 有一次后学在讲课的时候 讲到一半 哇有一只好大的蟑螂 飞到墙壁上面 会飞的 哇我们活当又小 那昆道都哇 没办法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 昆道昆道很多 怕那个蟑螂 那么大的蟑螂又会飞的 那我们蟑螂就哇去抓 戴着手套啦 然后再去铺 哇那个飞得好快啊 哇根本不要上课了 那我说你们不要着急 我来我来 我就走过去 小强 不要来捣乱啊 我带你出去放声啊 他就在那边乖乖的 手一抓 就抓出去了 他大概认为我是老强啊 所以连动物都可以沟通 就是硬声 硬声发动的话 你跟谁都可以沟通 像后学有一次 一个亲戚 碰到黑道的营造厂 就在恐吓他 要威胁他 签一些什么 不该签的文件啊等等 那后学陪他一起去谈判 哇 来了一些黑道的兄弟啊 一看到我就 哇大哥 我们一定在哪里见过面 我看起来很像黑道的嘛 我一直有笑一笑 他就哎 什么都好 很轻易就解决了 所以要度化众生 你必须要能够应激皆宜 所以应激就是让人家认为 你跟他是同道的 跟他是同道的 所以就可以切入 然后呢 他报身的圆满报身 圆满报身的话 那个是真的是 只有修行人看得到 修行人可以看得到 这个 佛的圆满报身 像阿罗汉可以看到 释迦牟尼佛献杖八经身 一般众生看到就不是 看到释迦牟尼佛就一般的 他可能他觉得像母亲一样 像父亲一样 像哥哥一样 像弟弟一样 这个应生 他接引众生是用应生 甚至跟动物 接引动物的时候 动物也认为跟他是同类 阿罗汉可以看得到 他的报身 葬八经身 菩萨可以看到他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是菩萨看得到 无量色 无量相 无量好 这是圆满报身 其实真正的佛的远满报身 就是这个大自然 真的无量色 无量相 无量好 所谓三色皆是清净身 西生皆是广长蛇 三色无非清净身 玉玉黄花 清清脆足 皆是法身 无非般若 所以大自然的景象 真的像大哲学家 斯宾诺沙说的 他说上帝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 就离开我们 回到天国去了 他说上帝就是这个世界 他因为这句话被逐出教会 然后一辈子就过得 非常孤独的贫穷的生活 但是他是看到真理 上帝就是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看得到 佛的圆满报身 这个大自然都是佛的圆满报身 然后法身 最后法身则无所见 法身无所见 到了法身已经没有分别 无极了 无极就没有两极对待 没有一个我 没有一个对象 无所见 所以这是三类分身 来洗苦伦 所以这个是所谓转世成字 梅嘎在哪里 就是厚德字 在这里 要从这边 发起这种无分别字 没有分别的智慧 常常回光返照 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 首先第一个阶段 就会发现自己的欲望越来越少 贪心越来越少 六根都是充满欲望 眼睛都充满欲望 耳朵都充满欲望 你发现自己的欲望越来越少 越来越淡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 你就要漠视肉体的欲望 说来简单 要漠视 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要常常回光返照 常常接近佛堂也可以 常常接近佛堂叫什么 不守而守 你不用守自然就守了 因为整个佛堂的磁场 就是让人回光返照 所以不守而守 所以很容易发起厚德字 这次后学观察 道心 只要常常接近道场 它就开始潜移默化 这就是所谓的轻虚大化 无量轻虚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它却能够大额化 轻虚大化 这个化呢 事实上就是在转化 转视层次 我们整个道场都在 不断地在转视层次 进入道场以后 你知道心常常向着道场 常常向着道 常常向着玄关 常常向着通天窍 就开始不断地在转视层次 不需要不假分别 不需要去研究一大堆的 经论的道理等等 那些名项你懂不懂没有关系 就像药 你不懂这些药的名字 不懂这些药的功能 也不懂药是怎么制作 也不懂这个药 怎么样起化学作用 在身体里面怎么治病 那时候医学的专业名词 我们都不懂 但是我们你会吃药就好了 你会吃你就可以病就可以好 这很单纯的 所以厚德字已经传给你了 你要运用它 你要运用它就可以变相观空 这一切像你都 自然就不起贪婪之心 那种贪心执着越来越少 所以有时候道心 也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困惑 尤其是那种胎理树的道心 从这边有没有胎理树的 可能也有 举手看看 一堆哦 也不多啊 从小在凉胎里面就吃树的这种 这种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向外贪心追求的嘛 因为胎理树的道心 我有发现企图心不够 读书啦 拼事业啦拼学业啦企图心都不够 可是运气蛮好的 考试啊什么运气都还蛮好的 没有那个气图心 就是这个就是前五世 没有污染 自然回来 但是没有起 没有 功夫没有下身 没有层治 所以这个三身啊 分类三身没有 三类分身没有出来 硬身 抱身 滑身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的话呢 就会落在这个半身不熟的状态 就变成我没有贪心 但是我没有什么欲望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善愿 没有什么善愿 没有那种大慈大悲的善愿 如果有的话呢 没有三类分身 也没有能耐去补度众生 所以这个是前五世要转世成治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大家起码知道怎么转世成治 而且也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在转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越修 欲望越少 那就表示说 那也表示说你已经开始在转世成治的 第一步 前五世开始在转 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位道亲 他是到台中去 拜访亲戚的时候 被我们那边的坛主都来求道 求道以后 就没有再来接近道场 偶尔来找亲戚的时候 他会过来一下 结果上个月 他专程来找后学 他要请教点准是一个问题 他说三宝修持可不可以得到财富 他问这个问题 我说你问这个问题 就好像你感冒问我说 吃香港脚的药膏会不会好 这是两回事 三宝修持是要让你去贪化质 他的功能在这里 要去除你的贪心 化掉你的执着 我说你三宝修持久以后 你会越来越不爱财 而不是会想到怎么样可以得到财 越来越来越对金钱财富这些东西 有够用就好 越来越不在乎了 这也表示有上手了 他听了就很失望地走了 众生就是这样 他被社会洗脑 真的钱那么重要吗 他被社会洗脑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很大的声音 就是金雄厚 再有钱都嫌不够 已经有钱到胖 爬到台北101顶端 还要卖假油 所以这个就是前五次 你说他不好 没有转世成智就会这个样子 就永远无法满足 所以这个转世成智 就从前五次开始转起 我们自己要去感受 你的眼睛 耳朵 鼻子 有没有越来那种贪质越少 有没有那个习性很可怕 像后学在后学这节道场 都有三宝修持般 那有一堂课就是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所以眼前观即是灯下照灰王 你看佛灯 恶目同神来发现 看佛灯就是禅定 因为我们一般人看 看什么东西都会有贪心 有执着 有欲望 对不对 会让你目不转睛的 都是会让你起到欲望 像看电视 甚至看书 甚至看花 看草 都有欲望 好看 但是佛灯它不是好看 也不是不好看 它就是看 它是没有情绪的 没有欲望的专注 这种没有情绪 没有欲望的专注就叫禅定 那这个禅定就能生智慧 就是所谓的后德智 后德智 就可以生出后德智出来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转世 转前五次成为成所作之 我们有一位道亲 就跟后学讲说 诶 居然师啊 这看佛灯 会老白油 我看五分钟就开始老白油 他说这个伤眼睛 我说你看不看电视 他说说看 我说看多久啊 他先生在旁边说 从晚上看到天亮 说那个辐射线应该更伤眼睛 不会啊 看得清清有味啊 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是这个没有情绪 没有欲望的专注 他受不了 没有情绪没有欲望的专注 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就开始转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到第一堂课 就是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我们还没有点开玄关窍 就叫你看佛灯了 所以像宝光剑德的老前人 原觉大地 屡素跟屡老前人 现在前人 林前人 以前就在他身边 从小又跟在他身边 住在一起 这个林前人 林在井 林前人 就是说跟后学讲说 他们老前人有一个嗜好 就是没事的时候 他就拿一盏香 年纪一注香香一直看 看到那个香烧完 就是佛灯一样 看佛灯一样 人家还以为喜欢 他喜欢乒乓 他就看佛灯 这是他的功夫 所以叫树根 归根任母 他名字取得好 所以这个宝光剑德 现在道路非常的红盏 根扎得很深 所以他们前人的照片 很有特色 他们前人 他们那个屡老前人的照片 那个眼神都不是 像我们一般人照相的时候 眼神都要看镜头 耶 对不对 他不是 他就是这样 他的眼神就是这样 你注意看 如果到他们道场去观摩的时候 看他的照片 眼神都保持这样 好像在看一盏香一样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这个就是在转世成字 中日恋神过 哎呦 这插掉了 这已经转世成功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转第六识了 第六识就是意识 意识要转成什么 妙观察字 要转成妙观察字 要怎么样意识才可以转成妙观察字 我们一般的意思就是分别识 这个分别识是 这个是很可怕的 分别识就是你会去分别 你分别善恶是非 没仇好坏 最后就是爱恨取舍 我爱 我恨 我要得到 我害怕失去 我不喜欢的 我要把它排除掉 爱恨取舍 这分别识 它是 可以说是一个 兴风作浪的一个 罪魁祸首 就在这个分别识 似是非非恩恩怨怨 都是从这个意思来的 分别识来的 我们刚才讲的有识句 都是分别识分别出来的 有无非有非 无亦有非 无善恶 非善非恶 亦善亦恶 都从这边来的 好坏 亦好亦坏 非好非坏 喜欢不喜欢 又喜欢又不喜欢 又不是喜欢 又不是不喜欢 就是这个样 就分别识 但是它 也就照计两优的识句而已 很快就被这些大修行者看穿了 它就这识招嘛 就识招 很看穿了以后就 它就密模棒了 虽然这识招就把我们刷的团团转了 几万年来都出不去 永远在这里面转 所以这个意识呢 如果转变以后呢 很好啊 可以转化成为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就好了 本来意识就是专门用来这种分别取舍 然后制造是非都是这个样 永远都是这样 刚进入道场的时候 我们道性很感动 后来最后分别识就会出来 就告诉你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 道场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对有什么错 就在里面越搞越乱 最后人事的纷争啊 尝倒了大部分人 所以道好修啊 人事难办 人事为什么难办 分别识 有分别心吗 分别心人事就难办 所以这个分别识 如果转成妙观察制的话 同样这个字啊 同样这个东西啊 它一转过来以后呢 哇 就像这个手啊 我们这个手这样子用 哇 功能无限 如果是你这样子用的话 就是颠倒了嘛 你怎么只能去推而已啊 没有其他的功能 所以说要正用啊 不要颠倒 颠倒用呢 就是所谓的分别识 只能惹祸而已啊 什么事都办不了 如果转成妙观察制的话呢 它会有什么特质呢 就是这个 上弃诸佛所正之礼啊 下应众生可度之机 可以戴天凶化就要靠这个了 往上可以契合 诸佛所正之礼 你的妙观察制 可以知道诸佛所正悟的真理是什么 了了分明 然后呢 再把诸佛所正的礼呢 用来接引众生 用来接引众生 因为不同的众生啊 用不同的说法呢 去接引他 这就是妙观察制 真的要戴天宣化 我们到期在座都是 在座都是讲师嘛 所以讲师以上呢 就要戴天宣化 要接引众生啊 一定要有这个妙观察制 你一定要讲出来的话 都不是真理 或者你讲出来的话 虽然是真理 但是你没有 不懂得应激接引 所以说基同压讲 没办法能够 接引到众生 没办法契合啦 所以要有妙观察制 但是妙观察制 怎么样才能够发起呢 怎么样才能够把意识 转成妙观察制呢 它叫什么 发起初心欢喜地 是不是 发起初心欢喜地啊 聚生游至献残眠 发动 这个妙观察制 发动在什么时候发动呢 欢喜地 菩萨要进入欢喜地 出地欢喜地 这时候就发动了 什么叫欢喜地呢 就是我们世间的人 都追求快乐的 对不对 但是快乐啊 都是欲望得到满足 才会快乐 所以决定在外在的东西 眼睛有没有看到自己爱看的 耳朵有没有看到 听到自己爱听的声音 嘴巴有没有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 鼻子有没有闻到自己爱闻的香味 身体有没有穿到自己爱穿的衣服 这是处 所以这个欲望满足得到的快乐 这是一种快乐 而我们的心灵啊 事实上不需要这个欲望满足的快乐 它有另外一种快乐叫做什么 发喜 发乐 当你的心离开这些欲望的时候啊 这个发喜就会开始发动 这个发喜就会开始发动 因为欲望事实上带给我们是痛苦 好像是快乐事实上是痛苦 我们以为看到什么 比方说看电视很好看 但是看久以后就很烦恼 对不对 吃东西也是一样 一直吃一直吃 最后都后遗症一大堆 而且那个欲望的深坑越挖越深 你爱吃好吃的 最后呢 你好吃的那个 那个级别会一直往上加 一直往上加 你要开好车子 开到这个宾室了 你觉得它不够快 B&W 再来法拉利 一直往上加 对不对 所以那种欲望永远不能满足 所以苦恼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人会追求快乐啊 心灵懂得需要快乐 告诉大家 发喜 这发喜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 儒家强调什么 孔颜乐处啊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修行就是放弃快乐 修行人就苦修嘛 没有快乐的嘛 因为没有欲望满足啊 就是叫你离开欲望啊 那就只有苦恼了 不适当不逮 离生喜乐啊 离开欲望就可以得到喜乐了 离生喜乐度出禅啊 这有离生喜乐度出禅 然后孔颜乐处 孔子言回 言回有什么好快乐的啊 对不对 贫病交迫 还短命 他快乐的不得了 回也不改其乐嘛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也是个很倒霉的人 早年上父 后来又上母 中年初期晚年上子 对不对 周游列国 陈蔡绝良 消极余味 积极惶惶 如上家之犬 好像没有家的流浪狗一样 他快乐的不得了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讲到快乐 孔子和言回 是中国文人的 这个圣贤的快乐的代表 两个都是穷光蛋 两个都一无所有 快乐的不得了 孔颜乐处 今天我们就是 要到这个 找到这个乐处啊 才是开始 意识才会开始转 有没有你的意识都在分别啊 分别其实说的好听啊 是我要认识真理 事实上最后都是要追求快乐 因为我得到什么才会快乐 欲望满足的快乐 分别心大部分都用来 作为肉体的奴隶啦 分别是都要用来 用来做这个功能啦 最后结果就是 极穷厚 钱可以买得到一些 现在人的观念就是这样 钱是最好的 所以说 上天 所有的先佛菩萨 把这个 这么复杂的这种 千万法门 浓缩成为末后一道 一个道就好了 一个道就可以普度众生 道祭天下之利 所以我们老师叫道祭 就用道来救济众生就好 那这个道又很简单啊 我说道是什么 就通天大道啊 就在这里啊 这是真明路啊 光明的大道 哎我不了解为什么 不需要你了解 你不需要了解 食物吃了为什么 会饱啊 会维持生命 你只要吃就对了 你看只要能够 报道不失 你就可以成佛 成千作佛 就简化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魔鬼也很厉害 他也是把一切 千魔万法 就浓缩成一个字 钱 钱就好了 很多道心修了一辈子 还是钱啊 还是很重要 重视钱啊 当你发现自己重视钱 超过重视道 那就表示你失败了 钱就是带来欲望满足的快乐的嘛 道才可以给你发喜 所以说发喜初心啊 欢喜地 你一定要发起这个初心 初发心的欢喜地 就是我们得到以后 这个守护本性啊 要守护到什么 要守护到能够自身欢喜 所谓反身而成乐莫大焉 这个孟子讲的就是这个啊 反身而成乐莫大焉 真正的快乐 最大的快乐在这里 往过头来 诚心保守 守护你这个良知本性 三宝每个人都会用 但是你会用到法喜充满 这是做关键所在 很少有人修持三宝 用到法喜充满 他没办法认真的 一直修到法喜充满 他可以认真的吃饭 吃到宝宝的 看电视看到好累 打电动啊 打到那种 不只是欲望满足 也疲惫了 超到疲惫了 但是他没办法回光反照 守到什么法喜充满 回光反照啊 你练成功一定会练到这个阶段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细心一触 入二禅啊 不只是粗禅啊 细心一触 以前释迦摩一佛教 教导他的弟子 初转法轮 所以就是告诉他们 首先要离遇啊 离开这些欲望 那只要接近佛徒啊 常常亲近他 就像我们常常亲近道场 常常亲近弥勒组织 欲望就越来越少 欲望少才可以细心一触啊 所以守旋 每个人都会守 但是你没办法 真的心完全的守在那里 这一触讲的就是这个 这一触啊 欢喜地 欢喜地在哪里知道吗 就在方寸宝地 这就是欢喜之地 让你心生欢喜 所以你一定要把心 真正放在这里了 真正细心一触 孟子说的 求其放心 把那个放逸的心 整个收回来 细心一触 入二禅 就进入禅定 这个时候就会有禅月伐喜 所以修持三宝又修持到 有那种伐喜出来 一无所有还是很快乐 这个时候 像有一位典传师 他因为生了重病 进到加护病房 全身插管 动弹不得 然后呢 只剩下意识还清楚 还有守旋 守旋 某年无知真经 这时候心无旁求了 突然间 那种欢喜快乐 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 就发喜出来 真正细心一触 那也是因为他没地方去了 他加护病房 全身插管 他就用一句很粗浅的话来形容 给我一千万我也不愿意换 就一千万给我 我都不愿意换这种快乐 用这个形容这种财喜 现代人喜欢追求财富 但是现在要换这个华喜 他不要换 从来没有过这种快乐 无法想象的快乐 这就是所谓的孔颜乐处 这就是所谓的出地欢喜地 所以说 这个是玄庄大师写八识规矩宋的时候 只有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意识才会开始转 你的分别式才会开始转 分别式是一些烦恼的原因 我们人会烦恼 因为有这个大脑在想 大脑在想 像动物的烦恼就少 因为它的意识很弱 意识很疲弱 所以动物只有烦恼吃 就是一个吃 活得下去就好了 人类的烦恼就多了 因为分别式太强烈 所以这个分别式是烦恼 支撑最多烦恼的地方 所以分别式 开始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 现行烦恼就会消灭 现行烦恼 就是你找到孔颜乐处 你开始可以 没有任何原因 我们一般人快乐有原因的 没有任何原因的快乐 这个就是所谓的发喜 没有外在的因素 甚至你在生病 刚才讲全身插管很快乐 这个就是找到这个孔颜乐处 不管环境多么恶劣 心灵都还可以保持这种喜悦 自在 这是孔颜乐处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 你的现行烦恼就不见了 烦恼有两种 一种叫做现行烦恼 什么叫现行烦恼呢 因为现在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 生病 事业失败 贫困 婚姻破裂 这些烦恼 子女不学好了 大家烦恼都这些事情 这叫现行烦恼 一旦转世成智 转到妙观察智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他很有智慧 首先他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就好像眼睛 你有白内障 你要先把白内障取掉 这白内障就是烦恼 这时候才可以说慢慢恢复视觉 那障碍你的烦恼 现行烦恼 这世间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起烦恼 这叫现行烦恼 一定的嘛 现在眼前的嘛 正在眼前 现在进行事的烦恼 但是呢 发起初心欢喜地啊 就是这个初心欢喜地发动以后 这个发起发动以后呢 现行烦恼又不见了 现行烦恼又不见了 就是你不会再为 世间人烦恼的事情烦恼 这个是马上就要考验的 我们在座每个人 我现在仔细看一下 每个人脸上都有现行烦恼的 现在眼前就有很多事情 现在正在让你烦恼的 而且找得到对象 这叫现行烦恼 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发起发动 发起发动的话 就算你生了重病啊 你也不觉得烦恼 明天会死人 你都不觉得烦恼 遭闻到细死可以 死亡啊 这些事情不会让你烦恼 但是还会有什么烦恼 叫聚生烦恼 这就是所谓聚生 聚生由至现参联 还在纠缠 就无待无期的怀恼 叫聚生烦恼 无待无期 没什么原因的会烦恼 没什么事情会烦恼 有时候早上起来 一起床就起床气 没什么原因 心情就不好 为什么不好 他会乱找原因 这种心情不好 就是所谓的聚生 聚生烦恼 就是与生俱来的 聚生烦恼 聚生烦恼还在障碍的时候 你其实没办法有大智慧 没办法有这种妙观察之 可以上气诸佛所证之理 下应众生可度之子 所以这个聚生烦恼 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消除呢 然后真正把妙观察之 发动出来 远行地厚存无肉 观察原明赵大清 第七地菩萨 第七地要远行地 远行地 就是真正的远离 虽然我在这里 但是我的心已经远离 这个花花世界的 所有的 所谓根不着成 简单的说 真的根不着成 六根不着着六成 这叫远行 以前 没有到现在问周老前人 周老前人已经归宫很久了 周老前人归宫的时候 后续还没求到 他就问这个周老前人 说 请问老前人 金刚经的宗旨在哪里 金刚经的要点在哪里 老前人就讲了 根不着成 六根不着着六成 根不着成 因为我们老前人 的名字就叫迪成 洗迪灰尘 所以他说根不着成 老前人就问了 他说那要怎么做到根不着成 我们都知道六根不要执着六成 老前人说 本质不着 这个我们要了解 六根本质不着六成 他本来不会执着六成 你会去执着 那是一个妄想 那是我们认为 我们呼吁他 我们要他去执着 事实上他本质不着 他的本质上 他是不会执着六成 六根不着六成 所以真正你六根不着六成 这个也是要经过什么 这个欢喜地 六根为什么会执着六成 简单的说 追求快乐 你以为六根 得到自己要的六成 就会快乐 事实上得到都是烦恼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乐 就是罚乐 你就不会去执着 所以不断地在回光返照 不断地在这个欢喜地上面 安身立命 恐言乐处 那是你砸脚跟的地方 所以细心一处 把心细在一个地方 细心一处 就入于禅定 然后禅定不能说 禅定一定要定到 自己有那种喜悦 禅乐法喜出来 喜乐自在 这种绝受出来 这种绝受出来以后 才算是说你已经入地了 而且还要能够保持 保持到最后就远行地后 暂时的 没有用啊 暂时的可以暂时消现行烦恼 现行烦恼消很快 每个人都做 道清都做得到 但是道清都是暂时切入 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 有一些人会突然间聚合在一起 然后突然间散掉了 那个叫什么 快散 快散 对 就是快散 一下来 就散掉了 快散 像后学那边也会道清 后学现在开六祖谈经的班 就会给他们功课 有一堂课的功课就是 无念为终 六祖会能讲 我们禅宗法门是以无念为终 没有念头 然后就给大家功课说 我们每个人讲一讲看 你自己有没有过无念 无念的经验 他在照一期就说他有 他说有一次他骑机车要去上班 他油门催了 就到了公司了 中间过程他都不知道 我说这个是谎神啊 这个是无念啊 无念是说你没有念头啊 一直想东想西的 但是你头脑很清明的 我说这很危险耶 我说你不要首旋啊 你念真经啊 念真经念念分明啊 你这次谎神啊 就心闪掉了 我说这位车祸 果然不久他有出车祸 检传师开了乌鸦嘴 就是骑车骑着别人从侧面撞他 根本就没有看到对面 因为他已经无念了 就被撞翻了 然后撞他的人也跑掉了 他手不能动啊 痛的不得了 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救他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就用三宝 一手绝关 然后把手放在 一只手放在他 他这个不能动的手上面 等一下手就可以动了 一点痛都没有了 一点痛苦都没有了 然后就起来把车子扶起来 机车扶起来 然后骑回家 第二天呢 都好好的 他以为只是说肌腱受伤而已 他现在说不行哦 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照X光怎么样 两处骨折一处粉碎性骨折 那应该痛死了 对不对 应该痛死了 他这个结果一出来以后 他开始 哇 好痛啊好痛啊 因为在此之前 他都在用三宝啊 对不对 发起租金欢喜地 对不对 所以现行烦恼消失了 对不对 现行烦恼 现行烦恼就是手断了 一定会痛的嘛 这叫现行烦恼 可是当你真的细心一处的时候 细心一处入二产 根本那种烦恼都不见 这种应该 医学上检查的 应该是绝对痛到极点的 那都可以 因为这叫零肉分离啊 这就是我们修持这个欢喜地 所以最大的功能是 立刻产生零肉分离 就是零体和肉体分离 那不是一个理论啊 这实际发生的 这种例子非常的多 立刻就发生了 零肉分离 就刚才讲那位 全身踏管的点传师也是啊 零肉分离 那这个稻青也是啊 零肉分离 可是就快散了 很快的他又回来了 没有消掉这个聚生烦恼 他要不得我几个开气环露 聚生烦恼又出来了 所以这个聚生烦恼要消的话 要远行地后 就是要根不着成 又根真的不止着六成 我光靠这个喜悦 就像炎渊孔子一样 像孟子一样 反身而成乐模大音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 你到了你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不是说说而已啦 真正有这种觉受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动心了 孟子说他怎么样 四十岁又不动心了 四十岁啊像我们 对不对 六十岁了 四十岁 二十年前 我现在也还没到不动心 所以有那么困难吗 顺和人也 与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实 孟子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实 你要愿意的话 都做得到 就细心一处就好了 所以方法都传给你了 像刚才讲那个道亲 不能这么大的痛苦 它都可以立刻消除现行烦恼 如果乘圣追击的话 对不对 继续这样修持下去的话 聚生烦恼也消除 这时候就可以观察 圆明照大前 这时候庙观察之就会出现 圆满光明 圆满光明 照耀大前之间 大智慧就会出来 就可以应急接引众生 我们这场课是到几点 对对我们还有两次还没转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刚才讲到 第六次和前五次的转世成治 再来讲第七次 第七次就是所谓的莫纳世 就是我执 莫纳世要转世成为平等性质 这个我执呢 也就是这个 跨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说的 我思故我在 我思考所以我存在 这个我执 他讲的这个我呢 就是莫纳世的这个我 那这个莫纳世呢 转成平等性质 这个我执就是表示很自我 我和别人是不同的 我有它的独特性 要转成平等性质啊 平等性质就是合同的意思 简单说就是合同 会转变成为合同 同理心 就是我执 强烈的自我 自私自利变成同理心 这都是我们比较 简单的说自私自利变成同理心 这个大家比较听得懂怎么回事啊 我执众的人因为自私自利 然后同理心就合同 明报物语啊 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那我们道心一定要有这个平等性质啊 出来的时候 才会为什么 才会有那种苦度众生的情怀 才会为和和道场啊 大家一起来忍辱 宽容忍让 求和谐 为什么 平等性质出来 就等于说 我活的不是我单独的自我 最重要是整体的存在 和我的存在是一体的 所谓会万物为己者啊 其为圣人乎啊 平等性质的人 就是会体会到万物为己啊 所以我有圣人呢 可以体会万物就是自己 就像孟子讲的 万物戒备于我 一样的意思 这是平等性质 万物戒备于我 也是平等性质 那这平等性质要怎么发动呢 本来我就是很自我的啊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你不是我 我不是你 这是 就变成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这就从 从腹部相干 到水乳交融 那要从哪里发起呢 极喜初心 平等性 是不是这样 极喜初心 平等性 注意哦 前面讲欢喜 前面讲极喜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初地菩萨 入地的时候叫欢喜地 到最后呢 从初地要转到恶地 上升到恶地的时候 就好像你 就好像你刚进入小学 到你小学毕业 或者你刚进入大学 到大学毕业 虽然都是大学 可是一年级和四年级 是不同的 所以到了极喜呢 就是同样是出地 可是它已经是成熟了 极大的喜悦 它不是一种淡淡的喜悦 极大的喜悦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 这是真正的所谓的 法喜充满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这个清安自在而已 法喜充满 也就是所谓的 片身大乐 片身大乐 所谓举身毛孔皆孝 整个身体 片身 片身大乐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我们刚才讲 回光返照 守中守旋 已经守到什么 守到玄关 已经不是光在这个位置 玄关已经片即全身 不只是片即全身 还能够怎么样 片天地万物都是玄关 所以叫片身大乐 所以以前有一位禅师 就问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 哪一个才是正眼 牵手 每一只手都有一个眼 哪一个才是正眼 我们讲正法眼长 哪一个才是正眼 禅师就回答说 好像晚上 睡觉睡到半夜 这个枕头掉到地上 又伸手把它拿回来 他用这个批语 你没看到吗 伸手自然把它拿回来 我们现在睡的都是软枕头 不容易掉下来 而且我们现在 到处都是灯光 就像晚上的外面 还会透出一点光镜 以前古代那个 晚上就是完全全黑的 那因为他们睡的 那个枕头是很硬的枕头 有时候不小心掉下来 所以拿起来再放回去 继续睡 好像手上有个眼 他说 我知道师兄的意思 片身是眼 片身都是眼睛 没有居在一个位置 片身是眼 片身是说不是 他就问 那师兄你的见解 他说通生是眼 通生是眼 这就是我们讲的 守旋守到极致的时候 叫什么 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通生是眼 哪里都是玄关 玄关无所不在 因为玄关 是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就是 没有内没有外 玄关无内外 玄关不是光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叫空窍 叫空窍 既然这空窍就怎么样 寒浓一泻 放之弥漫六合 卷之退藏余密 他这时候 已经不只是退藏余密 这个密处了 他可以放之弥漫六合 这就是所谓的 急洗地 这种急洗地 出来以后又 哇 全关无所不在 心量无所不在 一切众生 万物都是我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什么 万物 皆备于我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这个乐莫大焉 才是真正的急洗地 就是说 它已经 欢喜地已经成熟了 到了急洗地 极大的欢喜 变身大了 叫四滴一乐 世间战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快乐 四滴一乐 所以这个时候 平等性就发动了 平等你不能光要求人家说 要一视同仁 你要爱人 爱人如己 这平等性就爱人如己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但是这不是 不能只是一种想法 它要一种 真正有那种感觉 你说你要爱众生 耶稣讲说 神爱世人 你们也要爱世人 你们要像神一样 去爱世人 很简单 爱世人就好 问题是你爱得下去 对不对 连老公老婆都爱不下去 相处得越久越可恨 恨很容易 爱很困难 爱越来越少 更不要说是爱这些 四生六道的众生 像这种爱 这种慈悲 这种爱人如己的这种慈悲 发动的时候就要平等性 那就是你必须要从 出地欢喜地 一直到什么 急洗地 到已经成熟了 成熟了 急洗地 到这个时候呢 平等性质就发动 平等性质发动以后 你生命会有一种现象 这时候我执事实上还在的 自我的感觉还是在的 一个人有没有我执 你怎么样可以检验得出来 当有人对你欢喜赞叹的时候 真的修得好啊 然后像我后学讲 你课讲得好啊 功德很大啊 头脑很聪明啊等等的 就很高兴 就觉得你这个很有善根 如果有人攻击你 毁谤你 批评你 哇 就很生气 这也表示有我执 可是我只是这样看出来的 所以后学有个部落格 就专门有人上来骂我了 郭明依该下地狱啦 郭明依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都把它放在那边 每天看 哇 看你很爽 观恶言是功德 此极诚无善之事 被人家辱骂 那个又不会痛的 那可以消业障 那不然业障如果用生病啊 车祸啊 破产啊来消 那不是很糟糕吗 被人家骂最好 随便你骂 所以人家赞叹你的时候 你不会哇 得意忘形啊 人家批评你 毁谤你 攻击你的时候 你也无所谓 这个就表示说 这种平等性质啊 有发动了 但是呢 要完全发动 必须要怎么样 无功用行我横吹 彻底的摧毁这个自我 因为这个自我就会在那边 潜藏在里面啊 很容易有的人修到高僧大德了 一句话就会触发这个无虑 像以前有一位 有一个日本的武士啊 他要去见一位禅师 要请教他 真的有天堂地狱吗 真的有天堂地狱吗 又看不到怎么知道呢 这个禅师就讲说 像你这么庸俗的人 也会来问这种问题 他马上把刀要杀他 因为武士都是带着刀的 那个人禅师就讲 地狱之门由此而开 称心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他就赶快收刀 向禅师礼拜忏悔 禅师就讲了天堂之路由此开始 所以呢 那种自我就是这样 很容易在受人家侮辱的时候 攻击的时候就整个爆发出来 或者被人家称赞的时候 就会整个爆发出来 自己都没有察觉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摧毁这个 你看不到的我值 因为 没有机会你不小心 因为自己已经很牺牲奉献了 很无我了 所以要 无功用行我横吹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行功了愿 而且呢 不求功得果位 无所求 这叫无所住行于不失 无功用行 我们道场中很强调要行功了愿 但是我们行功了愿可能有目的的 我行多少功 我度一个人有多少功 可以得到多少的功德果报 那我甚至我将来到天上 我是大仙还是小仙 还是大地还是真君 有个果位 果位有大小 还有人到天上去看莲花 有的莲花很大朵 有的莲花很小朵 那都是你的宝座 上面都有你的名字 这众生就会这样子 他就是行功他一定有功用的 有目的的 这叫无功用行 就是无所求 无为道场无为而无不为 叫无为而无不为 这个道德经里面讲道场无为而无不为 这个无不为 无为而无不为就是所谓的无功用行 我什么都做 但是我没有目的的 我不是将本求利的 叫无功用行 这就像什么 人的天性子讲 比方说有人掉到水里就要淹死了 那你有办法救他 你赶快去救他 你会不会想说 我救他有什么功德啊 对不对 你想到他救他有什么功德 你就救不下去 甚至想说 我救他会不会惹祸上身啊 他说 无赖我 或者我把他推下水里淹死了 像刚才讲那位道行 叠断走在地上 没有人理他 就怕说好心美好报啊 对不对 那我们行宫遥远很容易这样 很容易落入这种 有没有功德 有没有火味 像后学前一阵子到台南去讲课 然后那边有一位坛主啊 就问后学 他就说啊 原来是啊 他是清修的自身道琴嘛 昆道 他说他们那边有两位 跟他一样清修的道琴 归空以后 然后他的那个骨灰啊 放在那个 他们也在台南嘛 台南 曝光剑德有一个佛山观音岩 有没有 那边有灵骨塔 就放在那个灵骨塔 然后呢 又回来托梦啊 说哇 我现在在这个佛山的灵骨塔 很清修的 很厚的 我说这个梦很好啊 他说 我们修一辈子 不是要回无极礼天吗 都在内院吗 怎么跑到灵骨塔去了呢 我说无极礼天 你要知道 无极就是没有极限嘛 哪里不是无极礼天 西天虽远请客到嘛 一念之间嘛 他说 我不要住灵骨塔 就哭了耶 就真的又哭了 他想他将来也是那里啊 就很伤心啊 觉得自己为什么将来要住灵骨塔 他想天上有果味 有宫殿 有什么那边的灵骨塔 还叫清修的 这就是 我们很容易啊 起心动念就掉到这里去了 对不对 我将来要到哪里去 像 像那个安东主的高老前就跟后绝讲 他有一次问这个张文运 张道长 这也是道新常常会问的问题 问张道长说 他说 道长啊 我们 我们 我们道新啊 归空以后是到哪里啊 是到 无极礼天啊 还是到 都在内院啊 弥勒组织都在内院啊 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还是到什么 药师活净土啊 到底是到哪里呢 这个 张道长就说 到底是回去哪里啊 这个 这个张道长说 回去就对了 管他去哪 对啊 管他去哪 那就是无功用行 他根本不管这些的 根本不管这些 只管所谓 仰不愧于天府 不作于人 就好了 就像孟子说的 人生之大乐也 所以说 一定要不断的行功了愿 而且没有目的的 没有目的的行功了愿 这个时候才可以彻底的 恒久的摧毁这个我子 才会落入这种对待分别里 师母成道以后 很多道场就不办了嘛 不是所有道场都暂停了 后来有一次道场就开始办了 就有点传师跑去问 我们老前人说 现在师母归空已经好几年了 有的道场已经开始办到了 我们到底是办还是不办 老前人就说 办也成 不办也成 办也可以 不办也可以 但是呢 办了没功 不办没过 办了没有功劳 不办也没有过失 一句话全部考懂 功过心来办到的 不是不恶之心啊 落入两端 功过心啊 就像孟子说的 要夭受不恶啊 要不恶之心啊 修身以赐之啊 君子所以立命也啊 夭受不恶 不恶不公无过 这个呢就是 无功用行我恶吹 那个不要打 这个不要打 这个不要打 这个可以插 这个可以插 往后都可以插 所以君子用安身立命在这个 不恶之心 夭受不恶功过不恶 办了没功不办没过 你就是被一个功过心考倒 所以这就看出来说 我们修到很多人就是为了功过啊 为了贪功啊 为了补过啊 为了这两个原因来修行的 这个都是增长我值啊 这都是增长我值的 这种增长我值呢 就会产生 就是办的人就希望自己越来越大 越来越了不起 变成一种修我慢啊 他行功了愿修我慢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退师菩提心啊 虽然行功了愿啊 所以魔就是这样出来的 魔是修行者 他才会有神通广大 魔的神通很广大的 因为他是修行者 而且是大修行者 但是呢 这个行诸善业啊 退师菩提心 是为魔也 所以说这无功用尽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道场中 这些甲祖师考道的 通通都是能言善道不说 而且是积极的这种 这种渡人伴道的啊 他才可以有办法当甲祖师啊 这是魔幻生的原因 因为行诸善业 所以他才会有神通广大 有无报有功德 但是呢 有神通 也有智慧 但是他退师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无我嘛 无功用情我横摧 所以在道场里面啊 这种比大小比多少啊 这种心态比高低啊 这种心态一定要放下 我没有目的 我只要行功 了愿快乐 了愿就快乐 不是了愿得到什么结果才快乐 能够了愿就快乐 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无功用情我横摧 这无功用情呢 讲的是第八地菩萨 菩萨到了第八地以后啊 做一切事情都没有目的 这无功用情 道场也有这样子的道情啊 他没有什么目的 他只要有做就很高兴 有机会让他疗愿就很高兴 永远把自己看很卑微 没有自我 这个才是道场的基石啊 所以前后学 刚刚领命的时候 后学的前人 放天命给后学的前人 是伤前人嘛 我们做老前人归空以后 就是伤前人来接报 那有一次伤前人就问后学啊 所以明依啊 你办到你怎么成全道心啊 后学就说啊 这个后学先在佛堂 成立一个经典班 社会经典班 让社会人士都来参加 那社会人士会来研究 经典班的都是知识分子嘛 中产阶级 才会去研究经典 然后我们在里面再安吊贤娘 他上课上了一阵子以后呢 再去度化他 然后就来求道 而且一定要吃三天的猪才能求道 照理说这样子应该是 这个度化的众生啊 就是会比较程度比较高一点 后学想说 我们前人一定会很满意啊 结果前人就讲说 明依啊 你要注意欧巴桑 一贯道是欧巴桑办出来的 你要注意啊 都欧巴桑啊 那种就牺牲奉献啊 觉得自己很烂很差的啊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的啊 不会随喜赞叹啊 关于帮人家怕坡啊的那种呢 这种欧巴桑办出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功用行 那种没有自我的 什么事情都能办 看到人家讲课讲得好啊 哇 怕坡啊 然后问他说 到底他讲些什么 哇 你听我啊 都我啊 他说人家度人度得多高兴得不得了 不会说看人家度了好几 哇 我度了十几个人 我一个都度不到 都要坐一杯冲一下 成全不起来下地狱 说风凉化 所以这种没有自我的人 这种这个就拼命的做 牺牲奉献 然后没有目的的 没有比大小多少的 比大小多少 你修得再好就会沉磨啊 很可怕的 像道场就有一位甲祖师 他本身几十年前 五十年前就是个企业家 来修道 进入道场以后呢 追随我们老钱人 专门在厕所 铁扁寿啊 然后人家做着听课 他怕打瞌睡 他跪着听 老钱人叫他讲道理 他是以前 纺织工会的理事长 他上台讲不出话 因为讲道和一般讲道理是不同的 他就很惭愧 他就晚上不睡觉 把那些什么儒教新传啊 什么信礼提示啊 那些道书全部背起来 再上台啊 不会熟读唐诗三百首啊 不会作诗也会赢啊 他讲的滔滔不绝 讲课讲的好得很 后来老钱人就觉得 这个人才很好 派他去伺候师母老大人 随下师母老大人 那师母老大人 以前都隐居在台中啊 就会派他到各地方去跟前人接洽 然后布达师母的词语啊 他有一次就回来跟我们老钱人报告 跟老钱人报告说 他就讲说 师母最近啊 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到处去 不是到处去结缘啊 广结善缘 有没有碰到什么好的人才啊 推荐两个给我听听 他就开始讲各主各性的这些 优秀的人才啊 领导啦 前人啊 一个一个讲 师母都说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最后他说 师母慈悲啊 我 我们街道长就这些人啊 都不行了 谁行啊 师母讲说 你行 哇 我应该违供 就回来跟老钱人报告 老钱人就笑了 他出去以后 老钱人就跟我们后学的前人 张钱人讲 老钱人说啊 傻子 受考了还不知道 还乐着呢 还快乐着这个样子 师母 这个一代宗生 一考就知道你啊 后来果然他后来 师母归空以后 他就开始分裂道场啊等等的 走向贾祖师的路线 成立一个迷勒大道嘛 所以这就藏在这个上面 没有无功用心啊 那个自我就觉得我行 师母说我行 对不对 同样的情形像我们老钱人 以前随家师母 他跟在师母后面走 他们都是山东人嘛 那师母个子很高 我们老钱人也高高的 然后他 师母在前面走 他在旁边侧面嘛 师母就侧头一看 他说 诶 迪臣 你个儿跟我一般高 你个子跟我一样高 这时候我们老钱人马上蹲下去 师母我不可矮着呢 就只搞你嘛 就看你说 嗯 是不是暗示我跟你一样高明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在考我们 有没有 有没有我执行 行功鸟愿大家都在行功啊 有没有无功用心 有没有无为之为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在行功鸟愿 这个一念之间差很多 佛魔的差别就在这里 无功用心我横垂 你闯过这一关的话呢 那么就会 如来献起他受用 如来献起他受用 实地菩萨所备基啊 如来献起 这时候呢 可以变成他受用 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己喜欢喜啊 这个都是自受用 自己受用 到了这边已经可以什么 他受用 让别人受用 他受用 所以他受用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 说什么话 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 就可以让别人受用 这要到实地菩萨 到了实地菩萨 闯过这个第八地啊 到了实地菩萨 就有这种 他受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力出来 见起他受用 但是他受用有两种 一种是我有办法 让别人他受用 另外一种就是 我可以呢 得到实方如来的 他受用之功 所以会得到实方如来 副手灌顶 加持 依法力而修 日尽千里 一般人修行啊 都是依信力而修 用信仰的力量来修 这个法身菩萨呢 依法力而修 所以可以与诸佛啊 与实方诸佛自用相应 和诸佛的波折妙子 还有他的什么 不量功德要用 自用相应 互相感应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弥勒祖师妙法无边 复辟众生 我们可以直接和弥勒祖师妙法无边 相应 这样依法力而修 依法力而修 这时候就如来献起他主 这种相应啊 到你身上以后再 就好像这个 就好像这个 这个殿传到你身上以后 再传导到其他人身上去 他受用 自受用 他受用 自己受用到诸佛的法力 妙法无边的加持 然后再把这种加持呢 透过你呢 再传导给所有的众生 这叫如来献起他受用 像举例来说 后觉有一次到这个澳洲去 到墨尔本 那墨尔本有个灵修团体 那时候后觉随驾 这个宝光剑的灵前人 现在的灵前人 都还是0.S 跟他一起去墨尔本讲课 然后就说 那个灵修团体有一个外国人 洋人很诚心的 然后怎么没有来呢 每次都会来啊 生了重病 在床上已经躺了几个月了 动弹不得 那这个灵前人 就是灵修团师就说 那我们去看看他好了 那开车 澳洲很大了 开车开了两三个小时 来到他家 就我们一进去啊 他就已经爬起来了 本来都动弹不得了 就爬起来了 走出来了 哇 他说怎么你们来了 还没有来啊 还没有来 越靠近他身体就越好 到了以后就哇 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他受用 如来献起他受用 道场中常常有这种例子 就是那种大修行者 他什么话都不用讲 他靠近你啊 就好像火炉啊 你靠近你呢 你就开始暖和起来了 不用讲话了 阳光一照 就开始暖和起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他受用 后绝有一次到马来西亚 那有一位陈体员师啊 他就跟后绝讲 他说几十年前的时候 他还是就是一般道琴嘛 然后呢 有一次他们前人到新加坡 就是前面讲的圆绝大地 呂树跟呂老前 那呂老前人到了新加坡 然后他自己是马来西亚 然后他就 马来西亚有榴莲啊 他就骑机车 载了几颗榴莲 要去送给前人吃 那出门前呢 他那个嫂嫂啊 就抱着他的子儿啊 来跟他哭诉 因为那嫂嫂生了一个儿子 乃是没有儿子的 硬求来的 那求来这个儿子呢 就是没有那个无份啊 所以就是不吃不喝 吃什么喝什么就吐出来 那个婴儿啊 又肝又瘦啊 眼看着奄奄一喜 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吐出来 那以前 在马来西亚那时候 还很落后三四十年前 像现在可能就是送到医院掉点滴了 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 江夏嘛 就只有说 灌奶水也不喝 灌米汤水也不喝 什么都不喝 都吐出来 就奄奄一喜快死了 就哭着跟他讲说快死了 他说我也没办法 还是送榴莲去见到前人 就跟前人报告说 这怎么办呢 小孩子快死了 没办法喝奶水 前人就讲说 我这边有两罐杏仁粉 你拿回去泡水给他喝 杏仁粉 应该婴儿是不能喝那个东西的 对不对 奶水 什么水都不能喝了 怎么可能喝杏仁粉呢 他想吃马当活马医嘛 就拿回去 真的交给他嫂子 他嫂子就没办法了 就把杏仁粉搅了水 给他那个纸喝下来说 哇 跑过来喝下去了 没有吐出来了 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这就是他受用 为了一切给他受用 这些前辈也就是 真的没有自我了以后 他自然 弥勒祖师的这种 妙法无边的法力 自然透过这样的一个传播点 无所不在 实地菩萨所悲极 所以我们传到这个时候 才真的可以到传万国九州了 你走到哪里 就像耶稣那个时候说 我把召集他的十二个门徒 他说我把驱赶污鬼和治病的权柄交给你们 所以他的弟子十二个门徒 就分作好几个方向去 每一个出去回来都带几千个人回来 因为他们手碰到谁的身体 以前医疗太不发达了 都是穷人嘛 手碰到谁的身体 谁的病就好了 谁被什么 以前那个时代很乱 谁被什么妖魔鬼怪缠身的 谁要呵斥他 妖魔鬼怪就把他碰掉了 可以驱邪赶鬼治病 可以有那个权柄进入了 所以这个就是 如来献起他受用 实地菩萨所悲极 这是自我完全摧毁了 我横摧 好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 就是我们讲的潜意识 佛洛伊德讲的 原我充满了业障 业世的种子 佛洛伊德讲说 人的原我是很厉害的 你的自我都压制不住原我 你要创造出一个超我出来 超我出来来压制这个原我 佛洛伊德三我说 有没有听说过 原我是原来的我 自我是什么 社会化的我 要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我 这个自我 现实的我 简单说 原我是本来的我 自我就是现实的我 超我就是理想的我 理想的自我 这叫三我说 很有名的 那这个三我说呢 都没有探讨到真如本境 只有探讨到阿赖耶士而已 所以他说我们人有个原我 哇这个原我充满了欲望 就像我们说阿赖耶士里面充满了什么 充满了叶士的种子一样 充满了欲望 叫原欲啊 充满了欲望 那种欲望的冲动啊 很强烈的冲动 那这种冲动呢 比方说这个原我 看到食物 他想吃他就要去吃了 动物就这样子 我不要举食物的例子 比方说前道来讲 我看到林志玲很漂亮 我要把他娶来当老婆 这是原我 那自我就会想 我算哪颗充啊 就是自我 操我就讲 我要努力奋斗 我将来一定要有能力 娶一个比林志玲还漂亮的老婆 操我 这样听得懂吧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想要住地宝 那我算什么呢 想要住地宝是原我 强大的欲望 但是呢 我没有这个能耐啊 这个自我 操我 我要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大概大部分人心理学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挑拨出去 那佛洛伊德就是认为 他的超我 他就是强调这个超我 他重点都放在这个超我 一个理想的自我 他有办法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的原我 然后在自我的基督上面呢 创造出一个超越自我的 不被欲望牵着走的 也不会被现实 社会现实所拘束住的 可以活着 成为一个理想的自我 所以他生活非常有规律 你看他到老 他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请理法师到他家 帮他理法 每天都要理法 要修他的福祉 他不是有一个洛塞福吗 每天都要修的完全一样 所以他认为这个自我克制 他很强调这个自我 西方人的自我克制 就是一种很重要的美德 自我克制 所以他是成功的 超我的成功的实践者 但是他到老年的时候 他所爱的女儿死了 他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发生了 所以说他到老年 他写自传的时候 他对于人生 注意哦 他是一个心理学超级大师 照理说呢 我们学佛洛伊的心理学就是希望 很多人喜欢学这个现代心理学 就希望心理能够更快乐 更平安更自在 但是佛洛伊德最后讲什么 他到老年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 他说啊 生命就像一座充满了痛楚的小岛 漂泊在冰冷的大海中 这么悲哀啊 充满痛苦的小岛 在那种冷漠的大海中飘荡 没有人理你 这就是最后呢 还是被这个园我 这个痛苦的园我 这个 这个可以插了 这痛苦的园我 这个阿赖耶士 他掌控了一切 所有的努力忠于归零 我们人生不断的努力 阿赖耶士已经把剧本写好了 你最后老年就是要这样 孤独的 凄凉的 六心不合的 失去一切的死去 所以这是你的结局就是这样 阿赖耶士已经把剧本写好 你要照着剧本走 这是人类最悲哀的事情 你没有解决你的阿赖耶士的话 你再怎么努力呢 最后都是徒劳无功 所以我们做一个批语来说 如果人生如戏的话 前五世就是演员 身不由主的 演员就导演叫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了 身不由主 你的意思呢就是那个编剧 第六诗 意思 这个是编剧 照着编剧的剧本走 然后这个莫纳士呢 就是导演 就是我在导演 有一个我在控制这一集 阿赖耶士就是剧本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 今天你这个导演这个自我 你会拿到一个剧本 然后你会要求你的演员 你这个身体要去追求什么 你拿到剧本了 你就会说我的人生要怎么 你有他的愿景 你会像佛洛伊德说的 我有一个超我 我有一个理想的我 很不幸的是你的剧本 是上辈子写好的 上辈子写好的剧本 所以你拿到就是这个剧本 那一切已经发动 你要照着剧本演 那今天你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编剧 我不要这个剧本 这是我上辈子写的 但是他不知道 我现在要改剧本 没有人理你 狗废火车没有人理你 一切都照着这样演 你不断在那边改剧本 改剧本 我希望这样 我希望那样 最后还是照着这样来 命运就是这样 就像贝多芬创作的 那个命运交响曲 登登登登 命运至神在向你撞门 贝多芬就跟命运抗争 最后结局还是登登登登 命运还是战胜了一切 这是很讽刺的事情 一个大音乐家就耳朵聋了 什么都听不到了 对不对 这是命运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阿赖耶士的问题 所以阿赖耶士不是你在那边改剧本 我不要这样过日子就可以的 剧本已经写好了 你要改的话 不是这样可以改的 不是用你的思想 你的意思去编一个重新的剧本 比方说我今天 今天好 你已经投胎做狗了 你说我要编一个剧本要改做猫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可能 人生也是一样 今天你已经 可能你就是注定要当老师了 对不对 你现在要编成医生 你可以勉强凹过去 狗可以学得很像猫 但就不是猫 对不对 就是人总是很努力的 要改剧本 我不满意我的现状 像美国人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痛恨自己的工作 可是你痛恨的工作 是你上辈子写好的剧本 你自己不知道 你以为你喜欢 你以为你喜欢 因为我们没有妙观察制 所以我们只见树不见灵 我们不晓得看到这棵 我喜欢的树 没想到我们闯进了一个魔鬼森林 自己不知道 很多其他东西进来以后 我不喜欢了 你要出去已经出不去了 你要出去的话 不是用你胡思乱想可以出得去的 不是用你思量计划可以出得去的 所以今天要改剧本要怎么改 注意啊 要改剧本要怎么改 圣子呼喊要变成极乐世界的剧本 要怎么改 悲剧要变成喜剧要怎么改 这就是转世成字了 阿赖耶士怎么样转成大圆镜字 刚才讲的 我们的前意识里面都带着一个剧本 写好的剧本 这佛洛伊德还没想到这个 写好的剧本 你要照着去演 身不由主照着去演 你再怎么努力 那个剧本开始发动的时候 你已经不能做主 像有一次 以前后学还没有在道场的时候 然后就有 有朋友带着他的同事 那朋友是当学校当老师 带他同事来 我不认识的 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的老师 来问后学 说问他的婚姻 那时候后学有帮他测试 就写了一个 柜 我说 你先生是你的心肝宝贝 不是一个宝贝 可是已经埋在土里面了 土中了 他就哭了 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但是从来没有吵过架 感情好得不得了啊 再像白头偕老多好啊 那结果就突然间 先生就突然间得了 得了一个奇怪的病 就这样猝死了 感冒没治好就死掉了 三十几岁就死掉了 埋到土里面去了 所以写好的剧本啊 然后你这怎么努力感情这么好 这个剧本开始演了 你还是要乖乖地照着去演 所以要把这个剧本涂掉啊 那个不是你的聪明才智可以用的 派得上用场 就连佛洛伊德这种超级大使 最后他还是觉得 生命是一个充满痛楚的岛屿啊 小岛啊 漂泊在冰冷的大海中 这就是一般人对于生死苦海的一个 强烈的体会 就是为什么 苦就苦在身不由主 再怎么努力最后还是这样 还是痛苦的 因为很多因素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剧本已经写好了 影响剧本的力量非常的多 因缘纠缠啊 要缘起无自信 一些因缘发动以后 你自我在里面是为不足道的 所以呢 要怎么样呢 要能够把这个葬式啊 舍掉 这个所谓寒藏式啊 就阿赖耶式 它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东西 也许是善业的种子 也许是恶业的种子 让你痛苦 让你忧愁 让你快乐 悲欢离合都在里面 总之写好的剧本就是这个葬 要到了不动地前 这时候才开始舍葬 不动地就是什么 第八地不动地 就是我们讲的 孟子说他四十岁就到这里了 不动性 奴奴不动 不动地 这时候开始呢 这个剧本就开始 里面的东西都开始消失了 这个耶氏种子开始消失 开始模糊掉了 你开始怎么样 出格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元鸟恒的老师啊 这个云古禅师说的 大善大恶之人 不为弃柄所居嘛 要出格之人 跳出这个格局了 大善大恶之人 所以不动地前才舍葬 才舍葬 这时候呢 这种葬式啊 里面的这些夜市的种子啊 开始消融 开始消融 所以说我们要修到什么 卢卢不动 卢卢不动 什么不动呢 不是身体不动 是心不动 不动心 这不动心要怎么修炼 告诉大家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在中庸里面讲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 简单的说 你的情绪和欲望能够归零 回到没有发动以前 今天我们回光返照的功夫 就在这里了 这个随时都可以用 你夫妻吵架 对不对 情绪起来了 生气怨恨不满 赶快回光返照 那种情绪通通不见了 不动心了 这个就是进入不动地 这时候呢 这时候才可以舍葬 这时候就开始清除 阿赖耶士里面的种子了 这个我们随时都可以修到 随时随地 我们都会情绪起来 坐个车子塞车 你也会情绪不好 对不对 开个车子在高处公路上 人家按个喇叭 哇 很不爽啊 这个时候都要修炼 随时随地要让喜怒哀乐之未发 让它归零 回到零 情绪欲望出来很容易 但是要让它归零很难 但是我们今天有传末后一早 末后一早就是能够让你归零的 先归零 像后学佛堂就有度一位 来自于不丹的一位仁波妾 九岁就出家了 闭关三年 在雪山闭关三年 修行很好 他求道以后 对于三宝就有很深刻的体认 他本身也是佛学院的教授 是在不丹的佛学院的教授 他说有一次他在闭关的时候 牙齿掉了 牙齿断掉了 痛得不得了 流血不止 他在闭关 在深山也没办法去治疗 他就想到说 他们密中有一种咒语 叫止血咒 止痛咒 他都忘记了 想不起来 他就想到用三宝 三宝他还记得 他就开始用三宝 三宝止血了 而且不痛 对啊 心就不会受这个波动 但是不只是这样 他不动 到了这个时候 他就想 这个怎么那么有效 一般人有效就好了 能够治病就好了 他不是 他觉得 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法门 他就继续守旋 继续念《无治真经》 念着念着念着 诶 发现自己的心啊 完全进入一种喜乐平安 他觉得 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在乎了 他就完全沉浸在这样子 一个发喜里面 这种清安自在里面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清除 他的夜市宗旨 后来有一次 因为他成立了一个 弥勒禅修中心 就放了一尊弥勒佛 在他的佛坛 他们这个修行上 从小就出家 又是佛学院的教授 我们讲三宝 这个是弥勒祖师 我们的《无治真经》 是弥勒祖师的法宝 他的咒语 结合他的法号 他会想说 这只是你们说的 我要实修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和弥勒祖师有什么关系 他就手抱合同 站在这个弥勒佛的佛像面前 然后呢 看着弥勒佛的佛像 然后一手玄关 一直念《无治真经》 默念《无治真经》 这样站了一下 看见觉得肚子饿了 就跑到厨房去 冲一杯牛奶来喝 他是晚上啊 要睡觉以前十点了嘛 他想来修持一下三宝 感受一下这个弥勒法门 到底是不是真的弥勒法门 因为他们密宗也传很多弥勒法门 从小出家什么法门都修过 没有闭关过 他就想肚子饿了 就去冲一杯牛奶来喝 结果他一冲牛奶 然后再看一下时间 他不是晚上十点 在那边用三宝吗 看一下时间 早上五点了 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一下过去了 哎呀 他大事一惊啊 然后再突然间想起来 佛像不见了 那个佛像都消失了 他当时还没有想到 就回头回来一看 佛像还在 这就是所谓的 《清静经》里面讲的 远观其物啊 物非其物啊 物无其物啊 对不对 他已经物无其物了 内观其心 心无其心 对不对 外观其行 行无其行 远观其物啊 物无其物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动心 修持就从这边进入就可以了 不动地前 从这边一路 这一个 其实这个出地啊 就直接通死地 从这个欢喜地开始 就直接通死地 这叫干会地啊 这个干会地 就好像干会地 就好像智慧的 伐水之地啊 只是伐水还没有 遇袭出干啊 伐水未接啊 要干会地 我们传道就伐这个干会地 这一地通死地啊 我们道歉都处在这种状态 遇袭出干啊 伐水未接 智慧的伐水还没有接上 好像你知道这个地方 可以挖出井出来 你还没有往下挖 位置找对 你要挖 你要挖了十丈 可能差一尺就挖到 你放弃了就没有了 所以要在这里 就是一门深入 要登堂入是一门深入 一直到来 怎么测验呢 就是不动地 不动心 当我们面对 环境的那种 恶劣环境的时候 所有的情绪都消失 不只情绪消失了 还可以 还可以进入 心无其心 行无其行 物非物其无 这真的是 变相关空啊 变相关空 好 好 谢谢 所以不动地前才舍葬 这是我们讲的 剧本已经 取消了 然后怎么样呢 金刚道后易熟空 这个业力的种子啊 又称之为易熟种子 也就是你看不到它 业障你看不到它 可是它碰到因缘啊 它会变异成熟 好像种子埋在土里面 你看不到 可是水分养分空气 湿度到以后 它又发芽了 就是这样 但是种子你挖还是看得到 但我们心中的这个种子 善恶的种子 善业恶业的种子 你是看不到的 但它会冒出来 冒芽出来 所以这叫易熟 它会变异 才哪一天变异就成熟了 成熟就结出苦果出来 叫易熟 但是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叫做种子 易熟种子 而这个呢 多得不得了 无以计数 生生世世以来 无以计数 那个易熟种子 多得不得了 你怎么修呢 它就没办法少当一抠 叫金刚道后 金刚道最后一心 一念相应 这个金刚道后 就是所谓 金刚道最后一心 那简称金刚道后 最后一心不乱 一念相应 和所谓的真途法界 基督教所谓的天国 我们讲的无极理天 用一念来相应 基督教也是 祈祷祷告到专注成一的时候 它也可以相应 但是我们有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回光返照 守一不移啊 守一不移 为经为一 就一念 万念归于一念 这一念相应 就归于无念 一念相应 无极理天以后 归于无念 无念就是真如 无念就是真如本性 因为我们所有无明 就从这一念出来 一念无明 本来是一念无明 现在转过来变一念相应 本来是一念产生无明 一念无明 所以造成呢 和真如法界 没办法相应 隔开来 天人永隔 不是天人合一 是天人永隔 就是那个无明藏着 最后呢 你穿透这个无明 金刚到最后一心 所以修行到最后呢 一心不断 不过很多人到归空前才是这样 六根已经坏掉了 这时候没有别的路 走了才开始守在这里 大部分人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要做到最后一心 就好像末后一早了 只剩下最后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放下了 最后一心 这时候才可以一手种子 全部扫张一空 把你阿赖耶士里面仓库 清仓啊 仓库里面的坏东西 全部清掉 全部清掉以后就变成什么 好像镜子上面的污垢 全部擦掉以后 会不会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 光明现前 这个一手种子清掉以后 就是大智慧现前 叫大圆镜子 大圆镜子就现前了 一点污垢都没有 这个叫大圆无垢同时发 大圆无垢同时发 普照一切成煞中 成佛啦 无垢啊 无垢是 没有污染了 清到没有污染以后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无垢之后就是大圆 它同时发动 好像镜子最后一块半点 擦掉以后 整个都一亮起来 没有污垢的 没有污染 但是关键是在这个 一念相应 和真如法界一念相应 从一念无名到一念相应 这就是一个反 转过来的 转念了 转过来的 所以这个离念 才能够和真如相应 离念的方法就是用一念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 用心慈念有神通 老母降下真天咒 直念这个无字真经 专注一直念 从有字念到无字 有人守旋守不住 念真经可以 因为真经是介于有无之间的 守旋就好像直接就空了 但每个人根基不同了 真经 这个念真经 是无字真经 明明有五个字 你会念念念 五个字都不见了 因为五字啊 这个无字真经就是要能够怎么样 要把我们的这种 贪嗔痴慢疑啊 全部化掉 等到那个贪嗔痴慢疑化掉以后 那五字就会归于五字 所以你念 念而不念 不念而念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表示已经 进入无垢的状态 叫一念相应 就是跟无极理天相应 跟无极理天相应 就好像什么 就有个比喻来讲 就好像大海的水 冲进你这个小池塘 对不对 一下就把所有的脏东西 全部扫掉 洗得干干净 最后就大圆静置献潜 大圆静置献潜以后 马上三类分身就会出现 又回到前五次 三类分身就出现 法身 报身 应身就会出现 你就可以应激说法 可以有圆满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看众生的根基不同 看到了这个修行者 觉悟者 他的所见地就不同 最后法身 精进法身也现前 遍满虚空无所不在 所以虽然说得这么复杂 结果这么大 好像一棵树 种到这么大 但是归根究底 就是那个种子 一直栽培灌溉 就是存养 就是存养就好了 就让它存在那边 一直养它 培养它就好了 所以儒家讲得很好 存养 要存心养性 我们是 我们都只懂得存养 存养之道 每个人都懂 但是都是存什么 存钱养生 存钱是可以养成 要存心就可以养性 心不要乱跑 要存在这个方寸堡地 从这边一门深入 一直进入 一直进入 不断的进入 还没有到欢喜地 先这个变相观空为厚德 前五是离欲 离开欲望 离生喜乐 离开欲望 先离开欲望 欲望越来越少 然后呢 我不需要欲望满足的快乐 那些快乐根本不算什么了 因为我发喜出现了 孔子言回的快乐 我可以体会得到 反生而成的快乐 我可以体会到 然后再来就是 哇吉喜 通生大乐 举身毛孔皆笑 这种举身毛孔皆笑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好像你全身的 我们一般人快乐 眼睛看到什么快乐 耳朵看到什么快乐 身体某一种感官 得到满足的快乐 举身毛孔皆笑 就是全身每一个地方 每一寸细胞 都在快乐 都在欢唱 这个是 因为没办法向外的 这是从内发出来 所以像 讲故事又讲不完 很大的故事 所以 我们 从这边一门深入 最后终于可以怎么样 转阿赖耶士为大元禁止 然后你人生 生生世世写好的剧本 开始消失 我是用这个辟语 事实上是很复杂的 因为剧本写 还不是你自己写 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你的仇人 你的恩人 你的朋友 你的老师通通通之下进来写 对不对 大家都在写 连古赏先前都写进来了 对不对 写的乱七八糟 下辈子还要用这个剧本 你这辈子 脑子里边一直追求的愿望 接着我们常讲愿景 到最后就变成你上辈子的剧本 而且这个剧本 每一是慢慢累积起来 复杂的不得用 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批语 复杂的不得用 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 生不由主 徒劳無功 这是四个字 所以说 我们要把这些舍掉 要舍账 要舍账 不动地前才舍账 没有那么困难 就讲了 近在眼前当下 所有会让你情绪颇动的 欲望激荡的东西 你能够归零 你就开始进入舍账 你开始进入舍账 然后你要能够 如如如不动 一心不乱 你就可以开始清除异熟宗旨 修道又是这样子进来 到最后呢 成活之道并非遥远 顿悟即成 转念即成 所谓着相即魔 这个前念着相即凡夫 后念离相即佛 你前一个念头 还是直着相 那就是凡夫 你后一个念头离相 当下就是佛 后学想说 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发问 现在还有个十几二十分钟 我们好像很多道心也学为事学的一段时间 或者说不一定为事 所有修行上面有什么困惑 可以大家趁这个机会 我们来双向交流一下 好吗 那边有道心在问 等于是识别或是提药 何谓出禅二禅 谢谢 好好好 我们一般人的心都是散乱 所以没有智慧 举个批语来说 就好像这个灯 我们拿一个手电筒 如果这个手电筒一直晃 你就照什么都照不清楚 对不对 没有定 光要安定以后 造东西才照得清楚 像这个手 如果一直抖的话 你拿个 拿杯水都没办法拿 是不是 你要安定 它可以发生作用 但我们的心 就是一直很乱 不安定 焦虑 恐惧 各种的激情 忧郁在骚动里 所以我们被这种骚动 所以心动则有苦 动则有苦 所以人的苦 不是来自于 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而是动则有苦 无名心动 动则有苦 无名就是让你的心开始动 动则不停 动则有苦 果不离音 动则有苦 果不离音 这个苦果 就是离不开这个动 动则有苦 不动就没有苦 心不动就没有苦 所以人的心动 你想想看 我们每个人心都动 你不管爬到什么位置 对不对 像到马英九这个位置那么高 他心还是动 看得出来蛮苦的 这个心动 动则有苦 所以禅定就是让你的心 由动归于不动 要禅定 那动的原因有很多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 现行烦恼 巨生烦恼 一大堆 所以首先要进入初禅 初步的不动 儒家也讲了 知子而后有定 对不对 要先能够知道停止下来 所以初禅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离生喜乐 入初禅 离欲 离开一切的欲望 就进入初禅 阿罗汉就专门修这个 马上可以进入 离生喜乐 离开欲望就自然清安 欢喜快乐 我们人就是追求欲望 所以很痛苦 当你我无所求的时候 我就快乐 无求乃乐 所以这是进入初禅 然后呢 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禅定 到了二禅才是定生喜乐 就是怎么样定 就是要细心一处 因为我们到今 我们都传给你这一招 细心一处 那一处还要放对的地方 但是呢 因为我们心分多处 因为欲望太多 所以他先离欲以后 才系得住这个一心 细心一处就进入二禅 然后这一处也能舍 注意 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一处 这一处不是光在这个地方 叫守而不守 对不对 守这个地方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这时候就会变成所谓天生大乐 通生誓言 这就进入三禅 三禅以后这种快乐 快乐也要守 这都智慧现前 哀乐不入 智慧现前就进入四禅 苦乐不入 智慧不动 这就进入四禅 这就是所谓的四禅 要五毛给一块 你问我出禅二禅 我把三四禅都给你了 我把三四禅都给你了 万八得超然 这万八当然就是我们讲说万八载 所以一万零八百年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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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说法者无法可说 无有定法可说 所以都是根据众生的因缘根基 凡有言说皆无实意 所以主要是要接引最大部分的众生 一句话出来 就好像一个政策 是要适应大部分 不可能全部 大部分的人 所以他这个万八呢 除了讲一万零八百年 还有讲的就是 他是用一万一零八 一零八呢 就是代表我们人有 一百零八种的烦恼 一零八 有各种的烦恼 可以超越这一切的烦恼 有这个意思在 那还有就是 《天佛院游记》这本书 《天佛院游记》是谁做的 没有名字吗 天佛院游记后学是不了解了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去游天佛院后学是不了解了 但是后学所了解的时候 这本书很早就出来了 后学刚进入道场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后学的典传师 刚好写了一本书 叫做《一贯义书》 那《一贯义书》呢 《一贯义书》先出来了 出来以后 后来《天佛院游记》出来以后 我们典完师就发现说 那《天佛院游记》里面 《天佛》讲的话 怎么都是《一贯义书》里面的话 就是他写的 他写的 他也是腾露老前人 刚才讲周老前人 以前讲的一些话 他把它记录下来 怎么《天佛院游记》 里面 先佛讲的都这些话 而且 道操啊 先佛在开示众生的时候 讲了这个书里面的话 后来他就打电话去找这位作者 这位作者就说 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他说 这个人讲的话没人要信 先佛讲的话 人家才会信你 我觉得你的道理讲得很好 我要借先佛的话来帮你传扬针 我们等下是跟人家很高兴 就觉得没问题 好 很高兴 都还记得 好 请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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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请开示 来位 我们说那个六初相 里面的四相 它是分别的卧子 那么它是界外沉杀 那么你们给他吃 那我们说的那个三细像里面的 那个见见像 是不是见内成啥 第七世 那么再来我们那个见混 我们就转向 那这个是不是第六世意识 还是有不同的 好 你说 我知道那你的意思就是三出三细 请坐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系统的 维世论说有很多流派 这是属于马明菩萨的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 三出三细 我讲起来很麻烦的 你那些名词 我光解释那些名词就够像 时间实在很少 我简单地说一下 简单地说 就是我们人怎么样从真如到无明 到整个世界的出现 就首先无明心动 动得有苦 无明心一发动以后 这时候它就有种种的苦恼发生 那这个苦是怎样慢慢发生的 就好像生病的痛苦 你不会一开始生病就痛苦 它会慢慢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痛苦 那从哪里开始呢 从无明 这个叫夜市 夜市 这个夜市呢 从夜市 再开始 这个夜市就是无明心 再开始转为什么 转世 转世就是所谓的能见心 所以这是无明 有一个能见之心 再来呢 现世 有能见心之后呢 就会现出境界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是自己无明创造出来的 所以三万法为世 就是这个意思 现世 同样这个无明就夜市 转世现世 变出来 变出什么 所见境界 三河大地 我们人看到三河大地 鬼看到的是地狱 而鬼道看到的是那些 火烧的河流 所以 苍蝇 蚂蚁 蚊子 看到的世界各个不同 那就因为它的转世 转世现世 所见的境界 能见清楚 这就是所谓的三细 你前面讲的三细 就讲的三细 这三细要转比较难 就有菩萨 法身菩萨以上才可以转这三细 转世成字 转这三细 这个说法又不同 和前面转世成字又不同 那另外一个三初呢 就从现世之后就有至世 因为你有能见心 然后你会去看到所见的境界 你就会去分辨 你有分别 这个好那个不好 要分别染静 它分别一开始是很单纯的 就是什么是污染的 什么是清静的 开始就分这个 本来是随 无极生太极 太极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清中有阻 阻中有清 清极是阻 阻是清 你要把它分成两半 阻是阻 阻是清 所以阴是阴 阳是阳 要分别染静 这叫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从这边开始 分别染静 分别染静之后呢 你就会有相续式 因为你分别出来以后 你就会追取始 你会追求你认为的静 离开你认为的染 就是你追求太极里面 白的那边 你要离开黑的那边 可是黑白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说呢 就会进入相续式 这个相续式 这边我们可能都搞不太清楚 这个相续式出来 你就知道了 相续 我们轮回生死 就是这个相续式 带着我们走 轮回六道 就是靠这个相续式 相续式就是你相续不断地 去爱 去恨 去追求 去喜欢 去讨厌 这个相续不断地 叫相续式 这相续式有没有存在呢 你们自己想想看 自己 有的时候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会忽然想起来 忽然而异 摩太摩基想起来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不得了 突然没得 摩太摩基想起来了 未来之事 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绝望绿 没有参与话 开始环乐天 过去现在 一下想到现在 一下想到过去 这个就是什么 相续式 如果你时常头脑 都这样用的话 表示你会轮回生死 很可怕的是 要前后忌断 一心不乱 才可以脱离生死 轮回 所以我们人就都在 这个相续式里面 在相续式出来 才是所谓的意思 第六式的意思出来 那意思里面 就包括了前六式 就前六式 从相续式里面 这六式出来 每个人的相续式不同 他出来的六式就不同 比方说猫的相续式 和我们人的相续式是不同的 所以他创造出来的六层境界是不同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三出 这三个要三出 这三个要三出 那所以修行呢 他是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灭 开始转 再转这个 再转这个 要三出 三出呢 不要容易转 因为他有对象 你只要不执着对象就好了 你只要不执着对象就好了 这三个比较难转 因为他没有对象 他没有对象 他没有一个对象 所以你会没有察觉他 没有察觉他自己有一个能见心 还有没有察觉这个世界原来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还有一个骚动的心 无名夜市 所以这个三戏 所以三出 一察 三戏 难察 这就是所谓的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越来越隐为 越来越隐为 到最后转现 像这个都要 要转这三世的话 都要到法称菩萨以上才行 入地菩萨才开始转这三世 那前面 像阿罗汉最多就是转到这里 转到知识 那往上他转不动 这就是所谓的三出三出 你听到我 大概了 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其实这个讲一堂课都讲不完 它怎么样发生的可以慢慢去讲 要举很多例子 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发生的例子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这是另外一个系统的维士学 是属于禅宗这个系统 刚刚讲的那个维士学是属于 法相宗的 是属于这个 是属于这个 宇宗传庄大师的这个系统 不同的系统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请 请您点赞 知悉 就是我们那个有三个界 就是一界 色界 五色界 我们到五色界那个飞翔飞出天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在他们到那个境界 已经好像到五色界的境界 最高境界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他们到那个境界是不是属于 他们感觉已经到内藩 可是那是无以内藩 不是有 有以内藩 有以内藩 可是他们的到那边的话 他们以为他们是进入内藩 那他们的寿命很长 有好几百万人 那寿命非常非常非常长 可是他们那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从那个有以内藩 进入内藩 到无极理天的平衡 所以无以内藩 是 或者是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常讲的这个 弥勒祖师的这个弥勒净土 和一界天的这个多帅天的 没有差异 还有两分钟 一个问题要怀答一分钟 先答这个弥勒净土和这个多帅天 所以多帅天呢 有多帅天 有多帅内院 有多帅外院 我们讲的弥勒净土 是所谓的多帅内院 就是这个弥勒祖师在这个地方 多帅内院 多帅内院呢 因为他是处于净土 所以说呢 他虽然是在多帅内院 他在通十方净土 和十方净土是感应道交的 通达十方净土 十方净土是互相感应道交的 我们众生才会分东西南北 到佛 到无极理天 这无所没有极限的 没有极限 十方净土都在里面 甚至所有一切说佛世界 都在无极理天的范围 只是你绝与不绝而已 绝了随处都是无极理天 都是兜率内院 不绝的话呢 无极理天也变成索佛世界 所以只在绝与不绝 然后再来呢 就是 那个涅槃啊 就是这个进入飞翔飞翔出 其实阿罗汉的境界很高 就他的禅定的定力来讲 他等于第七地菩萨 远行地 因为他真的远离一切 远行地 所以他到了七地 就境界来讲等同于七地菩萨 但是怎么样呢 七地菩萨他修大圣法 其实他的这个入手的方式不同 他入手呢 从这个初番喜地进来 方顺宝地进来 就是有经过明师指寿 进来 然后呢 到了七地以后啊 会有大 佛 这个诸佛呢 会这个 会这个献大慈悲音声像 告诉他要慈悲救世 不要进入涅槃 所以他就不住 这叫无住涅槃 所以真正的涅槃啊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都不是真正的涅槃 要无住涅槃 七地菩萨 不住涅槃 但是也不离涅槃 叫无住涅槃 无所住 所以他不进入这个涅槃 无所住 无住涅槃才可以脱离这种 这个被涅槃所致啊 他这边讲就被涅槃所致 致服了 要灭禁定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悲怨 没有悲怨 所以我们修道人 再怎么认真勤修啊 如果没有慈悲的话 没有悲怨 所以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为体 没有这个悲怨的话 修道最后就很容易进入这种 被涅槃所致服 被涅槃所致服 那涅槃致服啊 到了非想非非想处 没有回小向大 像释迦牟尼佛身边有很多这个罗汉啊 他都会叫他们回小向大 就从第七地这个城市就转 他们这种到了大阿罗汉啊 他直接像什么安安啊 他们就直接就到第七地了 直接就到回小向大 从这边就从第七地就转上去了 所以一旦转向菩萨道 马上就是大菩萨 那但是有些就是不肯 他就是没有那个悲心啊 没有慈悲心啊 就发起不了慈悲心 他因为修燕尼道啊 修得太严重了 脚往过正了 一开始是欲望很重啊 我要舍离这些欲望 就要把它污化 修白骨观啊 不敬观 他们用这种方法 前面我们讲的很简单 就是一个离生喜乐嘛 离遇嘛 可是他离遇的方法太激烈 修白骨观 他看每个人都变成一堆白骨啊 看每个人都身上都流满了浓血啊 看每个人呢 这个脸都是跟鬼一样啊 他是观成了以后 修白骨观观成以后 你看到谁都是一个白骨 你怎么会去渡那个白骨呢 对不对 看得很恐怖死啊 所以说他那个 修不静观 修过头了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就会想说 我要逃离这一切 进入捏板 所以还是要 悲怨 不舍悲怨 所以我们常常要补渡众生 我们道亲子比较不会 因为常常有这些 闲闲大德 不断的告诉我们要慈悲喜舍 就不会进入这种 这个小盛的捏板 好 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